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这个人他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底下出现哦 你不用担心的 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地方 让自己放空 静坐 不要再胡思乱想 制造烦恼哦 做好准备把迎接美好 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他会来找你吗? 以主题拍卡来看 这个天使回应拍卡给出的答案就是对方会在你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哦 不是你依判的那种方式出现在你的面前的 你不用担心没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地方 放空你自己哦 不要再胡思乱想 做好准备去迎接美好吧 它随时会出现哦 看塔罗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会来找你吗?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这个人他会来找你吗? 放开心怀要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放开心怀要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听一听一些长辈的说的话哦 可能从长辈的口中可以知道消息的 也若你认识他的父母或者他的老师之类 可以从他们的口中打听一下 再看 你看多么恩爱的拍卡哦 这个人是很重视你的 他把你看成是他的全世界哦 你不用担心 你在他的心中的那个地位是很稳固的 最近的你可能就是不够睡眠吧 没有给自己足够的休息 所以总是转右脚间 就是制造烦恼 他是很在乎你的 又或者是你太过的去把对方放在心上 导致你无法好好过你的日子哦 不用抓得太紧哦 再看 在分开的日子给自己一些独处空间 让自己可以享受这个一个人的时光哦 再看 这样的你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 对方会更加的被你吸引 做好准备吧 他可能随时会出现哦 会拿着小礼物小惊喜 走向你去追求你 把爱带给你哦 再坚持一下 不要想不好的一面哦 再坚持一下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绝对会令你满意的一个结果 给选到第一组这个人 他会来找你吗 以陶罗派卡来看 请相信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把你的心胸打开哦 去相信一切 你可以从他的长辈 或者是他的 或者一些比较年长的朋友 打探一下他的消息的 对方真的是很重视你要把你看成 是他的全世界的 所以你放心 你在他心中有一个很稳固的位置 你不用再胡思乱想 或许最近的你可能睡眠不足吧 所以会总是制造烦恼哦 根本没有必要烦忧的 这个人呢 他是很在乎你的 但可能也是因为你太过的去 把他看成是你的一切 导致你就是会胡思乱想哦 是时候呢 就是借这个分开的日子 好好地享受独处的空间哦 也给对方足够的独处空间 就不要一直催着对方 逼着对方来见你哦 做好准备 迎接美好吧 对方真的随时会出现的 当你不急着要见他 不催他不逼他 他反而会更快地走向你哦 带着小礼物小惊喜 把爱带给你哦 然后呢 这一张牌卡就是 要你坚持一下坚强一点哦 表现你那自信满满的样子哦 绝对会有一个令你满意的结果 康斯卡怎么说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斯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对你的爱是非常强的 别再质疑他的爱了 别再质疑他的爱了 你一直都在他的脑中哦 他一直有在想起你哦 你想他他也一样很想你的 他也不想跟你分开 不用因为他的意思 情绪不好呢 就胡思乱想哦 他不会 他不是因为你而 情绪低略是什么 没有任何人可以把你们拆散的 没有任何的事情会把你们拆散的 你是那么有魅力 你令他对你完全神魂颠倒 若你不再爱他的话 他觉得他就是无法 好好的过他的日子了 给他一点独处空间吧 他想弄清楚 去调整他的生活 给选到第一组一字卡来看 他说他对你的爱是非常强的 别再质疑他你在他心中的位置了 他经常想着你哦 在分开的日子他也不好受 请意识一下你想他 他也一样很想你 他也不想分开哦 他也不想你们之间有距离 不用一直放大他的一些情绪吧 都不是你的错 他没有怪你 他也不会因为那些负面的事情 去刻意的跟你分开 没有任何能量能够把你们拆散的 你是那么有魅力 你是那么那么的令他难以忘记 神魂颠倒哦 若你不再爱他的话 他肯定就无法更好地过他的日子了 请意识一下他是很需要你的 他离不开你的 但现在还真的需要一点空间去独处哦 去弄清楚他调整一下他人生方向的 需要你的耐心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中文字卡 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能让我主动的人是我打中心里喜欢的人 我上线了你下线 我下线了你上线 我上线了你又下线我懂了 他觉得你在避开他吗 我们都怕痛 大家都一样怕痛哦 接着我们看这个 神域牌卡给出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一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好这张牌卡是要你采取行动 弄清楚真相弄清楚一些令你 就是搞不清的事情哦 不要乱下判断哦 不要胡思乱想哦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糟的 保持紧绝哦 要意识一下自己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是否是在正面的方向呢 如果你要找一个可以 让你依靠的人 你首先需要把自己被养成一个 值得依赖依靠的人哦 靠自己最好 当你懂得靠自己自然 会吸引一个 更重视你的人哦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拿到的是 保健师从牌卡哦 是时候呢就是去表达你心中一直想问的问题 或者你的疑虑的 不要在自己就是一直想不通 然后就乱想哦 有什么疑问就直接的 跟对方好好的良心沟通哦 通过这个方式呢 感情会更好 就不要在背地里自己乱想哦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一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余呢 祝你对方的感情会变得更稳固起来 而梦想愿望顺利能够实现达成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 订阅分享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二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帐篷的主题是 他会来找你吗 抽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这个天使会应牌卡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要问的这个他是否会来找你呢 抽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近期会来找你吗 不要放弃努力哦 再努力一下 你会收获美好的转变 令你满意开心的转变 若你相信的话 什么都有可能 现在只是实际的问题哦 实际对了 你就会有你的收获的 给选到第二组 他会来找你吗 首先你出题牌卡来看 他给出比较模糊的答案 但也是还蛮明显的答案 就是说你要继续的努力哦 还有努力的空间 你再继续努力的话 你就会收获美好 令你开心的一个转变哦 对方可能会对你180度的态度 从冷变成热哦 就对你会更好 如果你相信的话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现在可能只是实际的问题吧 再耐心再坚持一下 你要的好的结果一定会有哦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他会来找你吗 这个人他会来找你吗 这份感情已经要离成功不远了 再看 这个是很考耐心的时候哦 你表现出不慌不及的样子呢 很情商高的那个样子呢 对方会更快的走向你哦 你很淡定 你越是淡定 你越是淡定 你越不着急的话 对方反而更快的会去找你哦 然后高塔牌卡的到来呢 就是你的心里不要有不安不安全感的样子哦 当你越是没有安全感的话呢 你越你离对方的距离就会更远了 对于一些你还不懂的事情 就不要乱加判断下定论哦 再耐心观察等候 再收起资料 再多观察 有什么你直接来说就比较好哦 有什么就只说不要玩一些什么小动作 或者是说反话之类的这种哦 对方可能会更加的选择你很难读懂 就会很难搞 就会选择就是离你更远的 这个人他比较喜欢一位情商比较高 比较稳定的人哦 不断发脾气 不会动不动就 闹分手给脸色那一种哦 最好不要有公主并王子并的 他对感情是很负责的哦 开始了就不想要结束的 不是动不动就闹分手就闹分离 再看 他觉得是时候 就算过去他曾经就是原谅你暴容你 但也是要有一个终点哦 他不想继续这样子的一种 一直离离合合 令不稳定的感情哦 对方其实有一直在关注你的 虽然他对你很冷哦 虽然他没有一直出现在你的面前 他还是有在观察你的动作你的反应哦 你的事情他其实都懂哦 他都有知道 他也都有打听 给选到第二主这个人 他会来找你吗 不要停止努力 你已经在正确的轨道了 再耐心 保持心平气和不慌不及 不要给对方压力一直吹 对方好像没有他你就活不了 他不想要一个那么 心智不够成熟的人哦 你越是没安全感 你越是表现出 表现出他是那么的 他是你的命 没有他你就活不了的那个样子呢 反而会把他推的更远哦 保持耐心的在观察 冷静的在观察 收集资料哦 事情可能不是你想的那么糟的 有什么都可以直接来哦 不要只做小动作 然后去污蔑对方还是什么 越是心智稳定 然后情绪情商高的那个样子呢 对方会认为你更有魅力更有吸引力哦 他对感情是非常负责的 他不想要一分一职 就是分分合合 然后动不动又说分手 又要他来哄你什么的 他虽然可能曾经过去不介意你这个王子病 公主病 但他觉得也该有一个就是了断了 他不想要继续这种不稳定的感情哦 他其实还是没有把你忘记 虽然他对你冷冷的 他没有过去那么热情经常来找你 但他还是有在关注你 留意着你哦 你的事情 他懂得比你还要认为的还要更多的 所以就是继续的保持你那个独立自信的你哦 更加会有魅力 看资格怎么说给选到第二主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格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是需要你的 多过他所表达出来哦 他爱你多过你所认为的哦 他离不开你的 其实他是很重视你的 他不是你表面看到的他对你那么冷的那个样子的 他知道你有好多的追求者 你会选择他们还是他呢 你别再一直就是去 说你不怕没人要 然后经常跟他说分手这样子哦 他的心会累 他答应你 他一直会好好的照顾你 请你别对他忽冷忽热的 就是不理他了 然后突然间又很热情的去找他 他会神经病哦 他会发疯哦 再看 他现在是刻意的就是跟你保持距离 就是想看你的反应哦 他觉得 可能磨练你吧 还是什么 无论你们有多大距离 他觉得他的心一直在你那里哦 他有一直在关注你 他把你推开 因为他知道 可能 在一起都会再伤你哦 他就是在 对你们的感情失去信心了吧 若你经常说分手这样子 他开始去想哦 你们在一起 如果不开心 那何必在一起呢 若我无法给你快乐 那么我们就分开吧 所以忍痛的 就给你快乐哦 给选到第二主义字卡来看 他说呢 他是很需要你的 你是被爱的 多过你所认为的 现在他对你冷冷的 他也不想哦 他也希望你不要再跟他玩什么感情游戏了 过去也许太多次了吧 你就是 对他冷了几天 突然间又很热情这样子 对他 他会发疯哦 他不想再过这种日子哦 他其实也是离不开你的 他很重视你 若能够经过这个考验的话 他答应他会好好地照顾你哦 他知道你有好多的追求者 但是你不要整天拿这个事情去威胁他 去绑架他 请你认定他一个吧 别再三心两意了 他现在就是刻意的跟你做冷战还是什么 刻意的没有那么热情的经常找你 但是无论怎么样呢 他的心一直都没有离开过你哦 这个人他可能就是心累了 也许太多次了你说你跟他在一起不幸福不快乐 他听多了他就会不舒服 他就会开始去想哦 会不会没有他你会更快乐呢 我们是否真的适合呢 之类这种问题哦 看中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主动久了会累 在意久了会崩溃 换另一种相处方式会不会更好 如果有我是猫想九条命都跟着你过 他是很爱你的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呢 给选到第二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 抽三章给选到第二组有什么建议呢 你是被守护的你是被爱的 所以不要没安全感了 你是被爱着的你是安全的 你一直回忆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呢 确保自己回忆起过去的事情都是令你快乐的 让自己就是充满喜悦的过每一天哦 别一直去想着不开心的事情 弄清楚情况吧 保持警觉的意思一下哦 问题到底是什么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选到第二组 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好了出现的是魔法师 其实你已经有着一切的资源去实现你的美梦的 你什么都不缺 保持自信的去相信奇迹 你是有能力去追逐你的美梦 实现你的美好哦 好啦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丰盛福祝什么都不缺的 过一个充满享乐的快乐人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了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三组 感谢你的到来 这家众的主题是 他会来找你吗 说神域牌卡一起来看 这个天使回应牌卡给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你要问的这个人近期会来找你吗 做一张主题牌卡 可以选到第三组 他会来找你吗 好了以主题牌卡来看 肯定会 一切都看你哦 你是比较三上风的一方 是看你要不要见他而已哦 若你不相信 你问问你身边的人 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哦 就是身边的人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都看得出来 在这份感情中 你是比较沾上风的一方 你是比较被爱的 别着急哦 再耐心等候一下 给选到第三组 他会来找你吗 答案是肯定的 他肯定会来找你的 一切都看你哦 看你要不要见他而已哦 不用问阿贵哦 他一定会来找你 你不妨问下你身边的朋友哦 大家都知道答案的 这个是很肯定 对方一定会来找你 耐心等候一下别急哦 看塔罗怎么说 也选到第三组 他会来找你吗 看塔罗有什么补充 你可能日子过得太闲了 太无聊了 所以就是觉得时间过得特别长哦 对方其实没有把你忘记 他只是比较忙 再看 其实这个人他他在忙着赚钱 那他可能就是啊 经济方面出现了问题 要工作 他呢跟你分开远远的看着你 就你们之间有距离跟你分开 他也不开心哦 他比你更难受的 这个人稳如泰山的爱着你哦 你在他心中有一个很稳固的位置的 是他离不开你哦 再看 请你放下你过去的一些阴影吧 前任带给你的伤害呢 不代表这一个这个现任呢 会做同样的事情哦 他绝对会来找你的 他不会像你的过去的恋情呢 就是嗯 消失的不再找你这样子 再看 他是一个好有着热情的人哦 他很重视你 他在努力的 希望这份感情可以更好 对你的热情是一发不可收拾的 已经刻在他心里了 你的名字已经在他心里了 不是说要断就能够断的哦 他只是真的在忙哦 忙工作哦 遇到一些难关难题 需要处理 他简直就是 疯狂的爱上了你哦 对你上瘾了 中毒太深了 虽然他可能表现出冷冰冰 但他心里满满都是爱 给选到第三组伊塔罗派卡来看 他会来找你吗 你们的感情根本没问题哦 可能你只是太闲空了 而他可能特别忙吧 他的经济状况可能出现了问题 或工作上有一些难题 需要他先去处理 所以呢跟你的这个 界面的这个次数变得减少起来 在你空闲的时间 可能你的时间拉的比较长哦 你觉得一天过的特别漫长 而他呢就是可能真的是在忙哦 他比你更难过的 跟你分开他也不想哦 没有见你的日子 他一点都不好受哦 你在他心中有一个很重要很冷酷的位置 他对这份感情是非常重视的 心里边拿你的前任带给你的伤痛 放在他身上哦 他不会像你的前任那么的 就是突然蛮消失这样子 不再找你哦 他对这份感情是很重视的 他在努力的打造一个幸福的未来哦 你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很稳固的位置的 已经把你的名字刻在里面了 不是说能够断能够放弃 就这样子放弃的哦 他现在真的工作出现了一些 令他觉得很难很很难处理 或者是充满挑战的事情 他对你是中毒很深的 他比你还要更怕没有见面的 别看他冷冰冰很冷漠的样子 其实他心中充满爱哦 满满的爱对着你 康茨卡怎么双理权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康茨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你在他心中永远是第一名 而且永远都会 接下来都是 你已经拥有了他整颗心哦 他整颗心是向着你的 感谢你就是那么的体谅他那么的同理心 一直以来你都是很能够体贴体谅他的人 他在耐心的等候着 等候着盼着有一天他处理好他的事情 去跟你见面的 他已经在想着去联系你了 但他现在就是紧张起来哦 推缩了 很喜欢见到你是那么的善良哦 你对他人都很好 在他最糟糕的日子你都没有嫌弃他 他非常感动 虽然没有见面 他的心一直在你那里哦 他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 给选到第三竹一字卡来看他说 你一直以来都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而且接下来都永远都会是他的第一名 他的唯一 你已经拥有了他整颗心哦 他整颗心向着你 别再质疑他对你的爱了 一直以来你是那么的体谅他哦 希望你继续能够体谅他 现在他真的需要专注处理他的经济 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哦 他也是在耐心的等候着 等候着他处理好他事情 能够跟你去 立刻去跟你见面哦 他已经在想着去联系你的 但他又不想给你感受到他的这个 紧张或者是在 就是很压力的情况去接触你哦 所以他退缩没有去联系你 他很喜欢你那善良的样子哦 他想要你保持这个天真善良的你哦 不想你受到他的负面能量的影响 曾经的他在最低落的时候 你都没有嫌弃他 他非常感动哦 而且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重要的人 他的心已经离不开你了 他就算跟你分开 他的心一直在你那里 他永远都不会离弃你的 你放心哦 接着我们看重文字卡来自对方的心声还有什么 给选道的三组一起来看 来自对方的心声 要不是喜欢你我就不会对你的事情那么敏感 如果你嫌弃他太敏感的话 他想澄清哦那都是因为他喜欢你哦 每当别人问我喜欢什么类型时 我又开始形容你了 你依然是他喜欢的类型哦 想念才会一直打扰你 你知不知道 接着我们看这个神域牌卡有什么建议 可以选到一三组面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 多点体谅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 理解他的难处哦 你可能太累了 休息一下吧 别无事乱想给自己足够的睡眠时间 保持健康的距离是必要的 接着我们抽一张塔罗牌卡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选到第三组抽一张看一下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们拿到的是全张是重牌卡哦 保持自信的你哦 很快呢会有好消息的 像当初那样子的火热的心 保持你初心哦 那个当初爱上彼此的那个热情哦 接下来会迎来你要的好消息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三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余呢 祝你接下来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好事 还有过一个你喜欢的美好人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按了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